就在媒体报道 玻璃市关税局限制14餐厅每一天 只能卖4箱啤酒的时候 周大臣纳杜斯里·阿兹兰曼今天宣称 周政府不会限制卖酒 除非喝酒给当地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才会考虑走到这一步 阿兹兰曼在州议会被问到 会不会跟进几打州政府的步伐 在明年限酒禁堵 大臣表明 周内可以买到酒的地方少之又少 也不是穆斯林光顾的地方 所以不会限制卖酒 如果人们不酒不堵 没有市场就不会有供应